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鹅小姐乘坐电梯准备去五楼的酒吧 她一手接下酒吧的广告单 幻想着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不禁想出声 黑长发,完美的羽毛 鹅小姐瞬间吸引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哦,不对,在场所有鸟类的目光 刚上吧台,猫头鹰先生就请她喝酒 可是她很快被鸡肉鸟吓跑了 听着剧烈的震动 鹅小姐也被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发现鸡肉男 她喝了一口,静看鸡肉鸟表演了 鸡肉男果然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鹅小姐被吓跑了 可是走在半道上,她被一道闪光灯照到 这次献殷勤的是一只孔雀鸟 她主动邀请鹅小姐跳舞 浪漫的灯光,优雅的音乐 鹅小姐不禁情动 正当准备和孔雀鸟亲嘴时 她突然发现自己踩掉了孔雀鸟的羽毛 鹅小姐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孔雀鸟这才发现自己的羽毛掉了 这时鸡肉鸟又开始了表演了 当然孔雀鸟也不甘示弱 鹅小姐却一兴阑珊 独自一鸟走出了酒吧 此时外面下起了大雨 鹅小姐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在雨水的侵蚀下 鹅小姐恢复了真面目 当她拔掉假发后 追求者都跑了 原来鹅小姐没有漂亮的羽毛 也没有黑长直的头发 她全身都是光秃秃的 看起来非常丑陋 鹅小姐独自坐在雨中哭泣 这时孔雀鸟却用尾巴给她挡雨 还解开了自己的头套 原来孔雀鸟全身也是光秃秃的 很显然她俩是同类 鹅小姐没有迷失 在自己伪装的美貌梦中 勇敢在大雨中将这一切洗刷 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伴侣 如果你适合小姐 你会有勇气将自己的缺点 暴露在别人面前吗